指点飞行包括正向、反向、自由朝向及坐标四种模式 确保在P档下进行操作 点击智能飞行选项中的指点飞行模式 APP会弹出四种指点模式 若当前高度大于三米,默认进入正向模式 否则进入坐标模式 选择正向模式 点击屏幕中的目标区域 点击购物图标 飞行器向前飞行 飞行过程中可实时调整云台拍摄角度 点击反向模式 飞行器反向飞行 点击自由朝向模式 你可以手动拨杆改变机头朝向 飞行器则依旧保持一开始指点的方向飞行 点击重置按钮 机头回到一开始指点的方向 点击坐标模式 点击地面 APP会出现圆盘并弹起Go按钮 按下Go 执行坐标模式飞行 抵达目标前 可连续指点改变目标 抵达目标时 APP显示已抵达指点坐标 指点过程中可以通过 右边的速度条调整飞行速度 还可以随时点击左侧的插图标 停止指点飞行 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遇到障碍物时 会刹车悬停或向上绕开障碍物 如果在APP设置中 打开指点时允许左右绕行选项 飞行器会根据感知系统反馈 绕开障碍物或刹车悬停 在手机WiFi直连飞行器时 长按屏幕然后左右拖动 可以使飞行器左右旋转 上下拖动可以调整云台抚养角度 也可以点击开启云台重力踢感图标 通过抚养移动设备来调整云台抚养角度 您还可以在APP下方切换其他指点模式 下一集我们将为您介绍 与Mavic Air一键短片功能 感谢您的观看